我们在今年的所在完成任何时期 第二点当中位 加入晚中位 持续举办14年部阶段 由高雄市议会与高雄市慈善团体联合总会 主办的软心放映星空电影院 113年寒冬联合送暖活动 今天晚上将在高雄市议会前广场盛大举行 活动为全市1533个经济弱势家庭举办 除了发放2000元物资券 还加码1000个价值500元的物资包 同时还首次大规模举办星空电影院派对 放映夏日童话预言故事 提克斯团队制作的《路卡的夏天》 议长康玉成率领议员们 邀请亲子们也一起来吃爆米花和可乐 共享野参派对 看星空电影 市议会也在19日上午举行记者会 由议长康玉成主持 市议员林一笛 陈善会 邱俊宪 张翰忠 陈幸福都踊跃参加 活动一开始 联合总会派出三位临演现场演出行动剧 特别介绍星空电影院所要放映的电影 是曾入围奥斯卡最佳动画电影 由皮克斯团队制作的《路卡的夏天》 议长康玉成表示 这是一部大人小孩都喜欢的夏日童话预言故事 而这次有别于往年市集的模式 改采吃爆米花和可乐看电影的模式 让大家在星空之夜舒适地观赏电影 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 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 只要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这次 韩东送完感谢我们陈理事长 共同共同共同样的风险 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展现 我们十三团体总会 对我们所有的高雄市民 就是团体的照顾跟关心 过去办这个活动都是在下午 很弱了 已经百十几年了 今年第十四年 我们想要用不一样的方式 用不同的方式 让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内 待会儿来看星空电影院 还有爆米花 还有可乐 这个礼拜六十一月二十三号下午 最主要也是要透过这样的活动 把我们十三团体总会的爱心散发出来 也感谢十三团体总会 今年花两千元的物资券之外 还有加码一千份 差不多有五百元的物资包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一转高阳期找一五三三户 需要帮忙的救助的对象 这是最困难的工作 让我先给他们共同感谢 谢谢 高雄市议会第十四次办寒冬送暖活动 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 用欢乐的气氛 用一个星空电影院 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 带小朋友来看点亮 我们共同期待 这个礼拜六下午 星空电影院 我们的寒冬送暖活动 让小大人谢谢 我们一天送暖活动 我们还很爱心 我们还不能看电影 这是一个创集 所以感谢 李政全你们的支持 跟我们議員議員 議員的議員通水 在这里 我们主宣团队 代表我们高雄 副价的高雄区 这些主宣团队 来给李政跟我们議員 这席位这席位 感谢你们的支持 给我们这里的台湖 给我们贵营 有一个安倫的薪 谢谢 现场 康宇成议长也颁发感谢状 给近百位高雄市各区慈善会代表 以感谢他们的出钱出力 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今年寒冬联合送暖活动 帮助1533个经济弱势家庭 送暖金额高达264万2千元 累计14年来 已经帮助了2959户弱势家庭 今天是1月23日周六的活动 除了晚上6点30分的星空电影院 下午还有一点 一整余就业咨询等服务 欢迎大家一起来 感受暖冬钟爱的温度 羊新闻记者陈文平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